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韩三子有一首诗 他说若问快活人 唯有隐居者 接着他说 因为三花长是井 四季舍长青 韩三子在这一首诗里面 他告诉我们 在山中的适时自然 山中的花草植物 随着四季的变化 会呈现各种不同的美景 让人生活在其中 非常的快乐 所以我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说 一个人要休息的修 就是人要靠在树上 那我们藉由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我们今天来插座一个 座椅三风听了名 那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花器 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花器 因为这个花器本身呢 它的来源是这样子 就是呢 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这样的 奥钢 就是我们闽南人讲的奥钢 那因为这个奥钢呢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奥钢 然后呢 拥有人呢 他不小心把它弄破了 破了以后他觉得好可惜 可是有一半是完美的 所以他觉得说 这种奥钢呢 因为它现在流传在台湾的民间 也很少了 那这样破掉很可惜 所以呢 他就去找人 去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头 然后把它架起来 然后呢 把它绑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前面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所以它是整个这样把它镶嵌进去 你从侧面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部分就可以发觉呢 其实我们都要有一个 爱物喜物的一个观念 那就是很爱护这个 任何的身边的这些东西 那你看 像这样一个奥钢呢 如果它只是拿来我们烟菜的话呢 那也只是一个烟菜的奥钢 可是呢 它经过它这样的巧思跟设计之后呢 哇就变成很特别的一个器皿了 那如果您没有插花 您就可以直接放在家里 也可以欣赏 那可以用它来插花 也是非常棒的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试试看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安庚怎么来去插这个花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个导钢 那这个钢呢 我们知道呢 钢本身呢 它非常的耐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导钢呢 在冬天插花呢 我们都可以插到好几个月 那同样的在夏天呢 它也可以 大概一个多月都没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插作完一个作品之后呢 那这个打拨它还是这么的完美如初 然后这么的苍净清脆 所以我们可以再拿来再运用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很多的学生分享 我说你们插过的花呢 回家之后要把上课教的那个花插好 插好之后回家呢 那个花型如果变了 或者有些卸掉 你就再重新把它换成各种不同的造型来插作 那拿出各种花器来插作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 也是一个不会把花财浪费掉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把这个打拨呢 几乎也是做了一个折肢 所以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折肢了 好那我想把这个呢 插在这个花器里面 好那我把它试试看 我把它放进去 好那除了这样子放进去 它会形成一个这样子 好像在三间中的感觉之外呢 我来加了一些枯木 比如说像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枯木 好我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我就可以利用这块木头的这个力量呢 然后就能够架住我的这一个导伯 就是刚刚它感觉上跟导伯 合而为一体的感觉 好比如说呢我们试试看 我们把它架一下看看 好那我们先试一下 看一下它这整个感觉 好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导伯呢稍微架上去了 那这个导伯几乎是这样子 嗯很美的这样平出 好像以着这个三世这样出来的一个 一个一个感觉 好那除了这个导伯之外呢 我们知道我们用的是座椅 牵风听鸟鸣 那我们这个木头本身呢 它展现出来的一种感觉呢 就像是 层层的山峰的感觉 层层的山峰的感觉 好那我把它再加一只这样的柏 让它这个空间感有一个层次 那各位爱博佛萨先生 可以看到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美 很美 就像那个整个山上的那种 山壁的一种感觉 非常的特别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这种花气呢 有时候会有一种 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力量 好那我还有一支这样的一个倒 一支这样的细致的薄 那我从侧面把它插进去 让它彼此之间这个面的感觉 还有那个收口的地方呢 都能形成一个很美的层次 哇这个花气 各位阿帕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它是这么的沉重 然后这么的有力 而且有点像山软叠起的感觉 所以我们说五月归来不看山 那有时候看这个三月 真的是非常让人家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 内心非常踏实的一种感觉 好那因为这个 这一个木头这一片呢 它本身也是很有重量的 很有力的 那彼此之间呢 所形成的这种 这种力道呢就很特殊 很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们再利用薄呢 去构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的感觉 其实像这样的作品呢 那我在上面呢 我再加一点点 都是属于高山的植物 因为有时候我们插花呢 我们可能会 有时候我们会很随意 那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 就是说呢 很刻意的去表现一种 高山的山景的一种美 像我现在手上还有一只这样的黄羊 那我们知道呢 黄羊这个花财呢 它也是很吉祥的花财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黄羊呢 它可以雕刻成各种的 各种的家具 黄羊木的家具 然后黄羊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插花非常好的素材 好 那我在这个黄羊的旁边呢 因为有一点点的被我剪掉 所以等一下我用一点点的青苔 把它修饰一下下 好 那我们试试看 加上一些小叶子的效果 跟这个感觉怎么样 也不错 它会形成另外一个感觉 也就是说除了薄树的这个浑厚 面的感觉之外 又会有一点点小小叶子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在这个搜口的地方呢 我再加一只 那这样的一个 南天竹 就是小小只的南天竹 那我们可以让它表现出 有一点点的季节感 就是呢 可能在山上呢 某些地方呢 因为高低温差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已经 这个自然呢 有一些些色彩的变化了 好 我把它加一点点 这样的 南天竹 用它来收口 好 把它修一下下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花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感觉到 我们真的是要很习悟 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一些东西 那有时候呢 我们不要很快的把它当作 是垃圾就丢掉了 好 我们现在再试一下看看 多了一点点色彩的感觉 好 好 那像这样的作品呢 我在旁边 我再加一点点小叶子 让整个作品呢 更加的完美无缺 然后很精致 好 那我看一下这个整个正面的地方 侧面的地方 我再补一点点空间 我把收口的地方 除了这个 一点点色彩以外呢 收口的地方也给它收得很 很美 那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 小叶子的花材 好 那各位爱花菩萨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感觉 好 所以刚刚呢 柏也有它很美的地方 就是因为柏本身呢 它的那种娼劲有力 但是细致的地方 也有它很细腻的一种美感 好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座椅山峰听了名 这样的一个山壁中间呢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加一点点的小花 好 其实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像这样的一株的小兰花 看看它效果好不好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呢 常常这个在这个山壁呢 山壁边呢 都会有一些 像这样的一个兰花出现 我们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兰花的 一个感觉 是不是OK呢 还是说 我们用一点点其他的小花来运用 好 我们试试看 或者是比较低的地方 我们看看这个山壁的感觉 因为今天的这株兰花 有一点点大 好 那我再试一下 这一株 这株兰花 小小的一点点 隐隐约约的感觉 好 我把这一只 红色的兰花 因为刚刚那个白色的兰花呢 它 放下去 比了一下下 似乎感觉呢 好像颜色有一点点太强颜色了 好 所以呢 我把它用这一株的小兰花 那这只兰花 因为我已经放了有一阵子了 然后 我把它 放上去 我们从角落的地方 侧侧的地方 加一点点小兰花 因为我们常常提到呢 其实在 很多的山里呢 它都有一些自然的野生的兰花呢 生长在大自然之中 好 那我们把这个 兰花放在侧面的角落 看看它的角度 看看我们这样的作品 是不是要加这样的兰花 如果说觉得 会有影响 它的这个整个气质的感觉 那我们就不要加 那如果感觉上有点增加 效果 色彩的效果呢 那我们就加一点点 这样的 小兰花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 如果像这样子 好 加一点点小兰花 我们看看它的效果 感觉 嗯 其实也还不错 好 那我再把这个 有一些些比较细碎的部分呢 把它剪一下下 因为我们兰花上去之后 我们就把红色的部分 稍微的减少一些些 我们藉由一个这样的一个 本来已经有一点破掉的一个缸 然后呢 因为这个主人呢 他对这个东西的疼惜 爱护 然后呢 他就长了一块这样的木头 把它镶嵌起来 然后这个花器呢 它就变成本来是一个燕菜的缸呢 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花季 好 那我们在 这个作品的旁边呢 我们再来加一些些的 山峰的感觉 我们怎么样去构图这个 座椅千峰 那我们也看看 这虽然是一个 一个层层叠叠的山峰了 好 那我们再加上一些 像这样的一些枯木 然后呢 可以搭配在 这个作品上面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看看 比如说除了这个之外呢 好 我们看看他前后的层次的感觉 好 那我们常常讲说呢 山中无岁月 人间几百年 那在这个 《座椅千峰听庙明》 这样的一个作品中呢 我们加上两块这样的枯木 就像那个 万峰回落的一种感觉 那在这个 山峰的这种 境界的空间中呢 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他是谈到 《庙高峰传师》 那我们知道呢 《庙高峰传师》呢 他是一位修行者 然后呢 他 非常的想要精进用功 但是每次他 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他很会昏沉 也就是只要一打坐 就会昏沉了 那他想说 他这样子每天 一打坐就昏沉 那怎么办呢 有一天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说 那我去找一个山峰 悬崖峭壁的旁边 我去坐在那边打坐 那我把自己呢 置之死地 就是说 如果我一昏沉 我就会从这个 万丈深渊上面摔下去 那就势必要被粉身碎骨 那他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改掉自己 这种 这么昏沉的一个习性 可是呢 那天呢 他就爬到那个千山万陵上面 爬到最高峰上 然后呢 就坐在这个 山峰边呢 去打坐 可是呢 没有想到呢 他一坐下去以后 因为人的习性呢 是非常的难改的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昏沉了 那在昏沉的当下呢 就从这个 山峰往下坠 往下掉下来 他掉到一半的时候 他心想说 哇 这身一定是粉身碎骨了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呢 忽然有一双 很柔软的手 把他接住了 他就吓了一跳 他就说 是谁救我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听到一个声音 回答他说 我是韦陀 那我们知道呢 韦陀佛菩萨呢 平常都是护华护教的 他是 我们寺院的护华神 他就说 我是韦陀 然后呢 韦陀佛菩萨说 因为你的精精用功 所以我来护你的华 结果在这个时候呢 妙高峰禅师呢 就一下子 心中起了一个慢心 他心里就想说 没有想到我修行的这么好 竟然呢 连韦陀菩萨都来赴我的华 结果呢 他的心念一动 韦陀菩萨马上就感受到了 然后韦陀菩萨呢 就跟他讲了说 他说呢 你起这样的慢心呢 他说一百节 我不在乎你了 结果妙高峰禅师 一听到这句话以后 自己心里就非常的惭愧 就想想自己怎么 没有什么修行呢 就起了这样的一个慢心 但是呢 他惭愧之后呢 他又爬上这个山峰 他想说 我还是要继续的精进努力用功 结果呢 我绝对不能让这个昏陈呢 让我的习性一直保留下去 结果他又爬到这个高山的山顶上 又再去打坐 但是没有想到 没有一下子的功夫而已 他还是昏沉了 然后继续又是 由这个山峰顶上往下掉 他心里想说 这次一定是粉身碎骨了 没有人会救我了 因为我刚刚起了慢心 韦陀菩萨说呢 一百节不来护我了 但是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双很柔软的手 又把他接住了 他都很惊讶 心里想说 是谁救我呢 就没想到回答他的 竟然他说呢 我是韦陀 又是韦陀菩萨来救他 那他就跟韦陀菩萨说呢 您不是说一百节不来护我的话吗 不来护我吗 那怎么您又来帮忙我了 那韦陀菩萨就跟他回答说呢 他说呢 当你懂得惭愧 也就是你知道惨 知道亏 知道自己错了 那一念惭愧的心呢 就可以抵消一百节 所以他跟妙高峰产师说 你的一百节已经过了 所以我又来附你的话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公案中呢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我们在修行学佛中 当然我们要懂得精进用功 不过我们要随时懂得 观照自己的内心 然后呢 要懂得不能随便起 贪嗔痴慢疑 那更重要的 当我们犯了这些 贪嗔痴慢疑的这些习性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颗知道错 那知道惭愧 能够检讨自己 反省自己 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今天藉由 座椅千锋听妙明 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妙高峰产师 这种知惭知愧的心 通知! 3 3 4 3 5 那我们在看完刚刚那件 座椅前锋听了名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插作一件 比较小巧可爱的作品 那各位爱华菩萨呢 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我前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浮沉 那这个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浮沉呢 也就是说呢 它是我们平常在泡茶的时候 比如说呢 我如果说我在泡茶的时候 然后我把这个茶具放在上面 来承载湖的 所以我们称为湖沉 那平常我们用它来泡茶 那如果说是 我们有时候要用它来插花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运用它 比如说呢 像现在呢 我只要在这个里面注水 因为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边边呢 都有我们在泡茶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的水 可以这样子倒下去的地方 所以它这边可以承载着水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插花 那像这样的一个湖沉呢 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因为它本身呢 上面有一些祥云 有那个艺术家很用心的 弄了一些祥云的那种感觉出来 那我们只要在上面呢 插做一点点的作品就好了 因为这个花旗它很特别 而且很小巧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像刚好有这样的小小的 这个南天竹 就是南天 就是我们所称的十大功劳大南天 好那我在这边把它剪一个 有一个细细的地方 刚好运用那个空间把它插进去 那这样子就这个感觉就很好了 而且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十大功劳呢 它的上面长得满满的青苔 所以很好看 然后呢像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它这个枝干 这么古着的一个枝干呢 我想呢我在上面呢 我只要插一朵小小的小花 这个是百日草 那我们知道呢百日草 我们刚刚买到它的时候 它都是很大一朵的 可是呢它经过 经过一段时间呢 它旁边在开出来的这个小 侧枝的这个小花呢 它开出来就会小小的一朵 好那我用这个呢 小小朵的来做它的护花 好我们试试看这个角度 好有时候它会不是很好插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插它下段的花材 比如说我下段加一点点的小叶子 比如说我现在用了一些小叶的杜鹃 像这样的小叶的杜鹃 做它的下段先把它做一些固定 好做一些固定 因为它我们这些之材呢 都必须要选很小小枝的 因为呢 这个洞呢它是小小的一点点的 好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固定一下下 而且因为它这个角度呢 会有一点点斜斜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一下下 好那这样子有一点点OK了呢 我再把这一支 好各位爱华菩萨现在看一下看一下下 哇真是非常可爱的一朵百日草 这样的一个百日草 好那我们再插完一件这样的作品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桌上呢 摆上一些跟喝茶有关的器皿 比如说呢 像我现在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上面 摆上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壶 然后呢 如果我觉得很可爱 我可以摆两个壶在一起 那这样子呢 在这个桌上就形成一个很美的空间 好那我也可以在这个壶的下面呢 比如说像我有 我今天有准备一些这样的青苔 或者像这样的一个大块的树皮 像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有时候我们有用到 这样的很大片的这个树皮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作品跟它彼此之间结合在一起 好那甚至是我可以把 这一些茶具呢 比如说我刚刚在后花园 有一天这样的一个胎 那我们今天有一点形容山景的感觉 好然后呢 好像我们在大自然中喝茶的感觉 好 比如我再加一个这个 一片这个这样子 好 那有时候呢 我们藉由 像我们常常讲 常喜欢读王维的诗 空山不见能 但闻人语响 那有时候我们藉由这样两个茶具 那去表现好像有人在 大自然中喝茶 或者 四有若无的那种禅静的感觉 所以我想 不管是一件大的作品 像我们前一件作品 坐以千锋听了名 或者到这件小作品 我们去感受到 虽然是这么简单的生活 可是呢 在这个简单中呢 也有一番的奇趣 那愿赐香滑 是什么 那一件作品 我最喜欢的 我们在天窑 比较多了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温水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我看你会看到一个天堂 是真正的 我看你会看到这个天堂 是真正的 感情的 我看你会看到这个天堂 就像一样的 那一般很快 我看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这个天堂 有一个天堂 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慈悲法语 修行备忘录 四 在绿典里 指出远离四种恶人 修行才能顺利 一 乐说他过 喜好议论他人错处的人 二 乐说邪见 指 喜好讲说 偏邪见解的人 三 口软心恶 口中虽出软语善语 但是心中确存恶念的人 即是口密复健的人 四 少做多说 一个人 言辞之间 欢眠堂皇 而实际 却少有作为 言行不义 说得多 做得少的人 五 在禅修时 正定为其多有魔士 心身经步 破坏山根 若能端心正念 则磨自灭泻 则磨自灭泻 故 修习 止观 坐禅法要中 皆是 两种 雀磨法 一 修止 雀磨 指 坐禅之人 在修定时 或见 父母 兄弟 诸佛形象等 一切可爱之境 令人乐酌 或见虎狼 罗刹等 一切可谓之行 令人不惧 即印了 达此 为诸魔 或乱之相 皆属虚狂 不喜不顾 而为习化极尽